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 让大家等这么长的时间 给大家说声抱歉 我们星光亮学交流群 是王子老师 给我们建立的亮学交流群 我是王子老师在云讲堂 特定的讲师 我叫王岩 既然大家来到我们的亮学大家庭 那我们就是亮学一家人 我们都是亮学大家庭的家人们 所以说我要对大家说一声 家人们晚上好 既然大家来学亮学 那这个亮学交流群 就是为大家 为我们家人开的交流群 那以后大家在这个群里面 我们共同来交流 我们共同来进步 既然我们是家人 我们都是王子老师的学生 那大家就叫我王眼师姐 好吧 我们亮学的老师只有王子老师 好吧 大家以后叫我王眼师姐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我来跟大家来交流 一栋选股跟庄 一栋选庄跟庄 一栋一线一线一空间 在跟大家交流之前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资金管理与风险控制的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么多年 我在这个市场当中十多年 为什么能一直的快乐的玩耍到今天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这个资金管理与风险控制的重要性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人呢 人就有贪婪 既然我们学亮学了 那么我们就要按照亮学的标准 按照亮学的标准来管理我们 怎样管理我们呢 那在资金的管理方面 我们怎样来做呢 大家在资金的管理方面 大家应该分仓 分仓 根据你的性格 根据你的性格 把资金平均分成两到三等分 两到三等分 就像我对我的学员们讲 前段时间 大家要把题材和白马都要分掉 不管你是白马古辣 权重古辣 还是题材古辣 那我们都能什么 分得以备呢 那你把资金分成三等分 两到三等分 建仓的时候 在仓位管理上怎样来做呢 那在仓位管理上 建仓的时候 我们来用三一仓 加仓呢 加仓二一 我们分析好了这支票 我们要做的时候 做好我们的盘前计划的时候 要来操盘 要来做这支票的时候 那首先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我们应该什么 画好一条红防线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生命 我一直对学员讲 这就是你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不能被任何人 所啊 伤害到我们的生命 那我在这条线上 之上买的 我预判也正确 那庄稼也按照我啊 预判的方向 前进 那天高任你飞 直到遇到什么 前方的压力位 对吧 但是呢 如果因为种种的原因 第一天 它是啊 在我们预判的 我们的安全线 我们的攻防线 啊 我们的生命线之上运行 那第二天因为种种种种原因 那 跌破我们的生命线 并且盘中美反抽回来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就要做到什么呢 就我在这个地方买的 那我就要在这个地方什么 就要在这个地方 跑 做到什么 做到买入即卖出 啊 做到线上持股破线 好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使我们的损失最小化 别等着三个点 我不舍得啊 跑 不舍得割容 五个点我也不舍得 那十个点呢 二十个点呢 行了 最后干嘛 最后牢牢的套住了 那你还能在这个市场上 快乐的完善 那你还有本金 在这个市场上 快乐的完善 所以说 啊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严格的来执行这个纪律 什么纪律 买入即卖出 线上持股破线炮 应该做到什么 手标 望我 执行合议 但有标准 守住标准 望掉自我 要执行合议 不能今天说明天 就望 是吧 大家一定要 啊 记住 我们要守标 一个市场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 要顺势而适 来做 啊 我们错了怎么办 啊 我们错了 即使的来 纠正这个错误 即使来保住 我们的本金呀 这样 这样你才能是一个成熟的投资者 这样你才能在这个市场上快乐的玩耍 所以说大家啊 我要把这个资金管理 就是这个风险控制 来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来管理好我们的资金 能在这个市场上快乐的玩耍 那我们学量学 大家要知道量学 它是什么样的科学 它是研究什么的 那量学呢 它是一门一亮柱为核心基础 研究的是什么 它研究是量价阴阳 真假虚实 量性转化 动态天下 并将这个利用到啊 股市实践的系统科学 王子老师强调我们 让我们呢 学习量学的时候 换种眼光看股市 变个手法 做个票 它核心思想是什么 核心思想就是根据 量价阴阳 真假虚实的动态人 来分析什么 来分析这个股票 那股票是谁在做的 股票是人 是人在做 那我们啊 既然是人 那我们就要干吗 那我们就要分析 股票非诚的 它是什么 它是动态的 是不是 我们呢 我们是静态来分析 股票 动态来 来观察 观察的是人 为什么老师让我们是 换种眼光看股市 对不对 深入的截图什么 深入的截图 股票背后操盘人的动机 从而动息 装甲或主力的操盘的 空盘的思维 和市场情绪的变化 从而实现什么 实装 选装 跟装的目的 这个市场 是资金推动 资金推动是核心因素 而资金的动向 就表现在什么地方 就表现在我们的量柱上 所以老师告诉我们 量柱就是什么 就是股市的温度计 在学习量学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知道 单个掌停基因 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只有多个掌停基因 组合成的掌停密码 才能写现 阻击掌停的威力 那三线规律 又是量学的量魂 我们把量学的三线规律 动态平衡 结合思维八法的看盘 进行闭环螺旋式的分析 思考 那才能真正的把量学的知识 融回 融合贯通 对吧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 分析股票的眼光吗 就会像我眼睛睛一样亮起来 我们就能在啊 这个分分杂 分纷复杂的这个市场当中 在走势当中 我们就能轻而易举的啊 动系庄家的操盘思外 轻易的找到量价啊 他庄家的关键的学 那么我们动系呀 只有找到买卖 关键的啊 拐点的位置 那我们动系庄稼 主力的操盘思维意图 就会轻而易举的 简单起来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我不叫选票的思路 刚才跟大家讲 这股票是谁做的 是人做 那我们要选什么样的主力 要选有庄的 有庄稼来做的 那庄稼从哪个地方 能体现出有庄稼 是我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一眼看到应该是 掌停板 就是什么 一看掌停板 大家就知道什么 看见庄稼了呀 看到没看到资金了呀 最大的一栋 就是掌停板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普通的散户 我们普通的中小投资者 是打不出掌停板来的 只有庄稼大资金 他才能什么 打出掌停板来的 那我们怎样来选这个庄呢 首先 大家知道 这个市场核心什么 核心是资金推动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个资金是从哪来的 大家必须要看到 这资金从哪来的 他来了之后 他怎样来洗盘呢 在洗盘当中 那我们就要认识庄 要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庄 那他的启动点 在什么地方 看到启动点之后 找到拐点之后 找到启动点之后 那我们就要下一步看什么 我们直接往上看 看了什么 我们要看到上涨的空间在哪 只有这个样子 根据一柱一线 一空间 这个样子我们才能什么 才能达到跟庄 实庄 跟庄 最后获取 来获取利润 大家做到心中有数 对不对 这样来选庄呢 要找吗 要找有掌停板的活药的 对不对 这样的庄 当他出现异动的时候 我们来选出来 量学的异动 都是量价集合体 包括什么 假阴假阳 大阴大阳 长臂长腿 背阴背阳 连阴连阳 元帅王爬 过风采风 急阴刺阳 顶底护坏 高亮不破 背亮不传 跳空步步 金线不破 等等等等等等 这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量学的 异动 异动的地方 出现异动怎么 我们要跟啊 跟踪啊 怎样跟踪 我们要顺着庄稼 庄稼的足迹 我们向左来看 他有什么规律 前期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庄 当他出现拐点的时候 什么样拐点的时候 就是打破平衡 向上尸痕 这个地方才是什么 才是我们建仓的地方 而不是他出现异动的时候 我们来建仓 往往啊 我们新学员 没学过量学的 新学员 一进什么学员群 在学员群当中 我们一交流 这个票 他有异动 新学员往往什么 异动就是什么 就行动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对的 一动什么 一动是让我们选出来的 一动是我们让他选出来的 选出来要跟踪的 当他出现拐点的时候 就打破平衡 像是失衡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才是我们建仓的时候 那今天就是我跟大家来交流 哪个地方是出现拐点 打破平衡 像是失衡 我们结合什么 看盘呢 结合四维八法 来看盘 再结合什么 结合 亮魂 三线规律 达到什么 选装 跟装 我们通过这一个闭环 来选装 再跟大家交流 交流这些选股的思路 我还是要郑重的声明一下 股市有风险 入市虚谨慎 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 交流的个股 只是用量学的标准来跟大家交流 不推荐任何股票 不推荐任何股票 大家要为自己的资金负责任 但是如果是你看懂了 庄家的 他操盘的意图 你看懂了 你就要按照量学的标准 怎样来进 怎样来出 怎样来止盈 怎样来止损 对吧 什么样的标准该进 什么样的标准不该进 如果打出我们的预期 我们应该怎样更进 如果是该涨不涨 我们就要辩证的 思路 我们来看 这么大家就应该该止损的止损 不该进的就不进 对不对 我们不推荐任何购股 再跟大家交流一下 静止事态 要给大家的你们自己的资金和责任 第一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688306 连锐心惨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票 要跟大家来交流 大家首先来看 咱们回到软件上来吧 咱们 这个清不清楚 应该清楚 大家来看 这个票 这个票 这是一个新谷 对吧 这一天 打出什么 打出高粱来 高粱是什么 高粱是欲望于走向的温度机 是什么 是成交火热的地方 对吧 一开板打出高粱来 第二天什么 第二天是缩三亿 然后连续的缩量 是连续的缩量 打到阶段底部的时候 大家来看 这是不是是29.99 这个地方是有什么 是一个盘口语言 盘口语言 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如果出现这样的盘口语言 大部分是什么 是阶段的一个地点 并且呢 我们要看 这个地方 打出什么来 打出百滴来 打出百滴来了 是不是 滴量是什么 滴量是底 底线与底气的温度机 谁的底线 庄家 是市场的底线 与市场的什么 底气 是庄家用什么 庄家用修课疗法 庄家不参与 或者是呢 很少来参与 来引导 来看一下 这个市场 它的市场情绪 平不平稳 这天打到百滴了 又加上什么呢 又加上什么 又是盘口语言 阶段的底部 盘口语言 那低量的常态是什么 低量的常态是涨 高量的常态呢 高量的常态是跌 庄家呢 在这个地方 学生打出来高量 是庄家所白 对吧 在这样有高量 成交火热 有这么多筹码 第二天 你知道什么 是假跌 假跌下来 并且呢 它是什么 是主力控盘之后的 假跌下来 假跌下来之后呢 又在这样洗盘 洗到什么 洗到百滴 市场情绪平稳了 是吗 用我们来讲 市场 在这个地方 是庄家洗的 盘面比较干净一点 对吧 庄家采取的修课疗法 在这个地方 并且呢 触底寄生 触底寄生 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 是什么 是梯量 是梯量是什么 是主力 采取修课疗法之后的 心中有数的 这是一个背量 背量拉伸 背量是什么 背量是主力 实力与雄心的温度计 是主力在这个地方 测试的市场 情绪平稳了之后 修课疗法 做到心中有数的 又实力的一个拉伸 见底回升 对吧 并且在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 我们要找主要矛盾 看问题 我们要看 要找主要矛盾 在这个 在这个桩当中 我们要看 主要矛盾是什么 主要矛盾是 这个是高量 是主要矛盾 那 低量 主要矛盾 是市场的底线与底气 并且盘口源 见底的一个信号 对吧 再主要矛盾是什么 主要矛盾是 庄稼测试好了 用修课疗法 测试市场底线与底气之后 一个背量拉伸 是什么 是主力用资金 增长的一个行为 对不对 并且呢 在这个地方是什么 三日之内 三日之内是什么 三日之内是 合力 是接力 那他呢 他是不是是 接力呀 是背量接力 并且呢 这一天大家要看 这一天是背量 这一天是背量 那这一天呢 这一天是跳空 在这跳空 跳空之后又出现一个背量 背量接力 而且在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 是不是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这是高量 高量是不破 高量是没破 高量不破 那背量呢 背量是背量不穿 那这呢 这是不是又是 跳空不补啊 是不是牛骨三绝 并且呢 大家来看这个地方 是价涨量呢 量缩 价格越涨 那越没人卖 是什么 是主力控盘的一种行为 是主力控盘的一种行为 并且在这个地方 触底寄生 庄稷吗 打的什么 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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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银元帅 元帅 王牌密奇 是不是 从这个地方 大家能看到什么 庄稷什么 是一个什么庄 控盘 能力很强的一个强庄 并且什么 走出牛骨 三绝 是个牛骨 对不对 并且在哪个地方 大家来看 这是什么 单枪小霸王 上涨没商量 怎么没商量 它是一个缩量的 缩量什么 过得高量的 一个涨停板 并且这一天呢 触及的什么 高量的石顶 那大家我们来看 我们回到软件 上来看 回到软件 上来看 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 并且我们要看什么 要看 一张 这个庄稷 到底他有没有 想坐票 想往上 涨的欲望呢 大家来看 这个地方是假跌 我们坐票 要看什么 庄稷资金进来之后 是假跌的行为 假跌为往 是吧 那百迪 是一个百迪 百迪为往 那太极呢 太极为往 三王 到底看一个 票 走得好不好 资金进来之后 假跌下来 逐利控盘行为 是什么 是 庄稼 它是 假跌下来的 又在这 触底寄生 在这个地方 试探 市场的底线 底气 没有人什么 这虫码洗干净了 在这个地方 并且什么呢 并且是 倍量 什么 接力 打起来的 并且在这 是王牌 秘籍 大家来看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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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了 十到多个点 这个地方 当然是 缩量 价格越涨 越美 也属于 在这一块 看出什么 庄稼控盘 强力的控盘 对吧 在这个地方 左正名 右确认 左正名 右确认 确认什么呢 这一天 的筹码是谁的 在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只能怀疑什么 我们只能怀疑 在这个地方 是庄稼 拿的筹码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 牛骨 三决 牛骨量行 出来了 对吧 并且又是 王牌 逆挤 这个地方 搭起来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只能怀疑什么 只能怀疑 这个地方 是庄稼的 但是一个掌平板 我们知道什么 庄 庄稼 是不是有庄 庄稼来了 庄稼来干什么的 它是缩量的 过得高量 并且在这一天 是触及的什么 触及的 这个高量 并且怎样来触及的 它是缩量过高量 是庄稼空盘 是空盘行为 是空盘行为 说一说有什么呢 这个条呢 这一天是什么 过了高量 是不是过了高量 怎样过的 也是缩量过的高量 缩的过的高量 但是呢 我们要想到 想到什么呢 太极为王 太极吧 他偏离了 太极线 怎么了 他要回归 庄稼呢 他呢 要拉伸之前 他必须什么 必须要来 一个洗盘 动物 那是他洗盘 洗到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 资金进来了 他怎样来洗盘 他是假跌 所有人来洗盘 并且在这一地上 又是空盘行盘 又是个强装所 空盘的行盘 那现在是不是 异动 这个地方 怎样异动呢 他怎样洗盘呢 是 缩三一的 是假跌下来的 今天又是什么 假跌 量呢 量平 微锁 量平 加个 往下跌 但是量呢 还是继续缩的 对吧 又有个什么呢 又有个股价 要什么 要一个像 远离太际线 它要一个回归的动作 那我们就要 这时候它 一动 一动我们就要 干嘛 要加入自选股 那我们就来 做盘前计划 对不对 做盘前计划 怎样来做盘前计划 大家来看 以它为基数 掌天板为基数 羊 音音 找妈 找黄金 找黄金 那黄金线在哪个地方呢 大家来看 是这四条 来找黄金 黄金线上 要什么 找到黄金线 黄金线上 扬盖 打开量波 看仔细 量波 线上正三维 逢低介入 其成绩 这是我们找的 主力的攻防线 找到黄金线 第一步 它打到这个地方 那什么呢 我们看 是不是 养盖 是不是 在日向 在量波上面 是正三维 这是我们 给它预判的是 第一个 地方 那第二个地方呢 那我们就要想 这个大盘 结合这个大盘 大盘现在是 在什么地方 在阶段的 一个投入的位置 并且呢 周五的时候 打出一个什么 假阴 真阳 一个 场上瘾 假阴 真阳 千零 待掌 但是呢 位置 决定性质 位置 决定性质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注意 第一个 就是说 大盘要在这个地方 它要一个 洗盘的动作 要个震荡的 一个动作 针对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选票 选什么样票 大家最好选 来假跌下来的 假跌下来 有资金进场 有资金进场 假跌下来 然后找 我们来找 主力的供房线 看 我们要预判 庄家在哪个地方 他的供房线 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 我们就来找房级线 那第二个呢 因为他远离太极 那我们第二个 来找什么地方 那我们第二个 就来找 那他如果是在 二 黄金线上 他不能只跌 那他再继续往下 往下打的时候 那我们再要想到什么了 甚至要想到 他中要一跳 平线是哪个地方 是凹口平线 这个地方 如果他在盘中 他打到凹口平线 这个地方 又什么 又打到尖角波 达到这个 凹口的平线 大一十点 这个地方 并且量缩下来的 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干嘛 就是 基因之后的 次阳过阴霸 那是不是才是 我们的建仓的点 是大家应该 这样来分析 大家明白吗 清楚 我今天选这个票 是这样的逻辑 大家明不明白 明白 大家清楚不清楚 我跟大家分析的 大家清楚不清楚 清楚明白 好 那清楚明白 咱们继续 继续 我只是根据庄家的操盘的意图 用什么三线规律 和思维 大法看法 来跟大家交流的 来跟大家交流的 那我们要知道 那庄家按照我们的意图 如果这样来做的话 这样来做工房的话 那我们应该这样来做 如果庄家不按照我们的意图 不按照我们所预判的 这样的思维来做 那大家又应该怎样来做 大家应该清楚 这是第一支票 这是我选股的理由 这是我选股的理由 那大家再来看第二支票 第二支票是什么 电升股份 这个票我为什么要选这个票呢 大家来看 同样如此 这一天开板之后 他打出了个什么 打出了一个二高亮 冰高亮 对不对 那第二天呢 他又是 你看 说三一 假跌下来的 对吧 假跌下来的 并且在假跌的过程当中 大家来看 是最有资金经常的 流入的迹象 并且在这个地方 凹口的地方 又是什么呢 又是长银短银 刚才跟大家讲了 长银短银在这个地方是什么 主力控盘良好 没有对手 怎么没有对手 下跌无人机 并且在这个阶段的底部的时候 大家来看 是有打出来 第一两 第一两是 底气与底线的温度机 对不对 并且在这个南下 假银真阳 次日上涨 为强装 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装 咱们来 是装了 是的是什么 是强装 第一个票 咱们来看的也是强装 那在这个票当中 也是强装 怎么强 是主力在 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我们用量性的 组合转化原则 集合定性 来看 是 低量 加倍量 主力在测试 市场底线 与底气 采取休克疗法 之后的 有实力的 拉扯 倍量什么 倍量是 主力实力于 性不性的分析 测试好市场的 底线与底气 之后干嘛 很放心的 很有实力的 很大胆的 有个掌听板 并且是倍量 对不对 并且按照 按照集合定性 倍量在这点 这是倍量 这是倍量 在阶段底部 在阶段底部 出现倍量 加倍量的 集合定性 往往是什么呢 往往是装甲 控盘 量好 很好啊 把很好 量好的时候 它是急于拉伸的 一种体现 急于拉伸的 一种体现 倍量加倍量 在阶段底部 又是什么 又是主力 采取休克疗法 之后的 又实力的 急于拉伸的 这种体现 那我们就要 来预判 怎样来预判呢 第一步 我们就要想 这个庄家 如果是他 这又是什么呢 这又是个网红概念 这段时间 是这两天 是网红概念 很火呀 网红概念 那我们知道 网红的龙头是谁 是星期六 星期六已经打出 几点板来了 九点板 九板来 空间了 对吧 那是龙头 那在网红这个概念 很红火的 这个状况下 那庄家呢 他是呢 见底之后 洗干净盘之后 干嘛 迫不及待的拉伸 那我们就要预判 那明天 是不是这段 你庄家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欲望 往上走 那往上走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看什么 是不是要结合空间呢 是不是空间 我们要看空间 这第一个票 大家来看 这个票 这个票也是 如果这个庄家 站稳了这个高量 站稳了这个高量 那下面有多少 是不是 那上面 他会呢 也就会有多少 因为什么 因为这钱是他的筹码 庄家是什么 庄家是来这个市场 来赚钱的 他不是解放军 大家要明白 他既然在这个地方 布局这么多的筹码 拿这么多的资金 来做 那他把你们全都解放了 把我们全都解放了 他在高高的山岗上 套合自己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就要抓什么 庄家最大的移动点 他是 下来洗盘 他甲别下来 对不对 同样如此 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在哪 就上面有多少 下面有多少 是是 我们按照一注一线 然后咱们找到了空间 我们想做 在哪个地方找出力的 他的工房 那他的空间是多少 是不是 这个地方也跟大家讲清楚了 那再看这个 第二个票 这个电升 电升也是同样如此 那庄家他急于拉伸 第一步 他的压力在什么地方 那大英的十顶平衡线 是这个地方 是他的压力位 是28.07 这地方是他的压力位 他只有过了这个地方 他才能干嘛 才能下面有多少 那上面才能有多少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票 第一个百 是我在那个 我们的学院群 跟大家来交流 这个票 有的 吃仓的 那我们要看 看能不能过这个 大英的 高量的 十顶平衡线 不过 然后结合量波呢 我们盘中央了 大家要支营 对吧 那没有的呢 没有的同学上 不能追 因为什么 因为28 26 这么27 不到十个点的空间 这个点 往往什么 如果过不去的话 他会打三枪 对不对 那我们的操盘思路 是什么呢 有的 石骨折 那再这样过不去 我就要高炮 那没有的呢 那没有 是不是应该是 站稳这个阴高量的时候 啊 站稳阴高量的时候 那才是什么 才是我们 打点的时候 用什么高量战法 我们来做 是不是 高量化好顶底线 破底不盖 过顶盖 高顶是什么 高顶是安全线 那它的底呢 是风险吗 是风险线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票呢 这个票也就是说 我们有的同学 应该怎样来做 没有的同学 应该怎样做 大家对于 我说的这种思路 大家听不清楚 明不明白 明白哈 明白就好 明白就好 我希望呢 我希望大家哈 做一支票的时候 大家要明白 我在什么地方该进 我在什么地方该出 不能因为什么呢 不能因为说 你说这个票好 那我就进 你说这个票不好 我就不进 没有自己的思想 那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我只是跟大家干什么 找到什么 找到异动点 这是什么 这是庄家的异动的地方 异动的地方 那我们进的应该什么 我们在出养胜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在出养胜的地方 如果是你在经常在追的话 是大家就这么了 大家你就自己知道 好不好 咱们再进行下一支票 再跟大家讲下一支票 说到这个票 说到那个 刚才跟大家讲的这支票 再跟大家交流 这个票的时候 这个票的时候 跟大家交流 这个票的时候 我就想到什么呢 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海能实业 想到了海能实业 这海能实业是什么 是我们22号 这一天 这一天 22号 这一天应该是 22号 这一天 22号 22号是一个周末 周末我跟大家什么 我跟我的学员 跟大家做的谈后 书评 我跟大家讲的 让大家高度来重视这个票 为什么高度来重视这个票呢 大家来看 是不是和前期和大家讲的一个样啊 是这个票 电声 还有这个 连锐 是一模一样 怎样一模一样呢 是也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看 这个地方是打出来的 一个高粱 硬高粱 在这个地方 虽要慢生 利润独吞 虽要慢生 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 把前方的筹码 给消化了 消化一个过程 并且什么 并且它是缩量过高 平高粱 应该是过高粱 这天单枪过了 过了高粱 是不是 过高粱的是点 是缩量过的 说明什么呢 是说明庄稼 控盘比较良好 庄稼控盘比较良好 并且呢 在这个地方 在上跳空 也是下地步 下来的 下来的 下到那个地方 下到阶段的底部之后 干什么 你看它又是 虽要慢生 又是虽要慢生 偷偷摸摸健常 并且在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 在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 是不是 羊多 音少 羊成团 音分散 是不是 并且是个什么地方呢 底 底排高 刹车 换打 加油的时候 看 大家来看 是背量 背量不穿 并且呢 是什么 看掌停板 是庄稼锁的 在什么 悬浮在掌停板的 上三翼 是不是一个墙子 一个墙子 并且在这一天 大家来看 是微放量 微微放量 微微放量的什么 掌停板 这地方就引起我的重视来了 引起我重视来了 在这一天呢 我还跟大家讲什么呢 大家说你们来看 这一天什么 这一天是 缩量过高量 并且呢 并且过了哪个地方 并且过了是 前期的摆高的地方 高量的地方 并且是什么 是架掌 量缩的地方 是主力控盘 在这地方 是主力控盘 是个墙装所谓 所以说呢 我就跟大家讲 会亮波的同学 你们要做好 要做好 不会亮波的同学呢 大家 要等 等什么 等回踩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王远世界喜欢什么 喜欢做回踩 喜欢稳定的营利 我不希望大家 在这个市场当中追 去拼杀 去追 往往在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是什么 股市如战场 我不希望大家 上狠雷来 我希望我的学员 我希望我的姐弟 兄弟姐妹们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 脚踏实地的 脚踏实地来做 是我们账户上 是我们账户上 稳定的营利 我们来这个市场 不是来最杀的 是来什么 是来跟庄的 跟上庄家 我们要爱庄 互庄 跟庄 跟着庄家来 赚取我们一筒金 对吧 所以说在这天 就跟大家布置作业 这天 给大家布置作业 然后我们的学员 大家就拿住 拿到现在 所以说 我为什么呢 我为热爱量学的同学 爱学习量学的同学 为他们鼓掌 为他们鼓掌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明白了 看明白什么了 这个地方资金金厂 这个地方也有资金金厂 对不对 在这一堂看什么 看到了庄家的影子 庄家的什么影子 墙装所 背量不穿 并且呢 悬浮三衣 是墙 墙装 是墙装 并且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什么 它是缩量过高了 是主力吗 高度控盘的一个形态 钱来了 干什么 钱来了之后再洗盘 这不断的洗牌 洗到什么 刹车 换挡 换挡时候的 什么 我们又看到什么 看到了墙装的影子 在这一堂又看到什么 看到了所有的筹码 钱对吗 钱都被庄家 什么 解放了 说明什么 左证明 右确认 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钱都是装的筹码 庄家 他来什么 拿的筹码 既然庄家来拿的筹码 那怎么了 他是来赚钱的 大家要这样想 他是来赚钱的 那下面跌多少 那上面就要涨多少 涨到多少 我们就看到空间 利润在哪 在这个地方 是空间利润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的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空间 但是没想到什么呢 庄家什么 借着什么 借着这个 这几天的消息骨 对不对 它有什么 它又是个网红概念 我记得 正好站在什么 站在风口 等风来 借拨什么 借拨就是这个题材 打出来 并且大家来看 看 继续锁量 价越涨 越没人卖 是这个庄家 还要往上涨 但是现在怎么了 现在几个板了 五个板了 大家能不能追 不能追 不能追 有的呢 大家持股 知道什么 涨停板之后 不再涨停 结合量波 我们卖在 比较高的一个 点位上 对不对 没有的 大家不能追 我是看到了 这个海能实验 老师对我们讲 跟着规律走 人人是高手 那大家来看 通过这个海能实验 大家来看看 我跟大家交流的前面 这两个票 这两个票 这个票是不是 看到了什么 是也看到了庄的影子 看到庄的影子 它是不是也是洗盘 下来洗盘 这个票也是呢 大家是 也是看到了庄的影子 而且什么 而且是强庄的影子 对不对 是不是跟着规律走 我们通过这一支票 咱们再来看下面 这一支票 再来继续看 下面这个票 大家来看这个票 看 这个票怎么了 这票也是呀 在这个 你看 开板出 打出个高标来 打出高标来 这一天呢 大家来看 跌的时候 这又是说三一 是假跌 说三一 一跌呢 就是长影短头 下跌下来 并且呢 大家来看 这个票 大家来看 洗到这个阶段的 上三一 大家来看 这个票也是 你看 这个票是不是 也是洗到 这个波段的 你看 二一之上 虽然不是上三一 但是二一之上 是不是 二一生死 为什么 站稳是机会 是不是也是一个墙 从这个波段当中看 也是一个墙 对不对 那这个票 大家来看 这个票 大家来看 你看 现在是不是 也是洗到 这一个波段的 上三一 是不是为墙 并且呢 它是什么 跌的时候 是 假跌下来的 所有 假跌下来的 是不是 并且呢 大家来看 它是什么 这天 洗盘之后 洗到阶段底部 放浪 是谁所谓 阶段底部放浪 是庄稼所谓 是什么 是庄稼在吗 下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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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 下沙散户 是不是 下沙散户 一种行为 并且呢 如果学亮波的同学 大家也知道 知道什么呢 这是一个 我们在亮波当中的 一个组合 该怎样来买票 学亮学 学亮学的 学亮波的同学 大家应该知道 并且在这个地方呢 它下沙之后呢 大家来看 这天是不是 一个跳空 跳空 这天呢 又有一个跳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 要用到零号战法呀 零号战法 跳空缺口 没有交易 强势可欺 第一 营底 大胆参与 跳空 跳空 然后 大家来看 在这个地方 大家为什么 这样打个单枪下来呢 大家要明白 这是什么 这是高亮 这是什么 这是一十点 这是高亮 触及高亮吗呢 它是不是 它是怎样来触及的 它是缩亮 触及的高亮 并且什么呢 并且它是缩亮的 量是缩的 架呢 架什么 好像捅呢 并且呢 和昨天呢 来比呢 它是背亮 跳空 是背亮的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这样 来绿帕 它是线上 后下 叙事待发 怎样来叙事待发呢 如果这个地方 它灰彩 灰彩黄金线 灰彩黄金线 这个地方是 羊 今天是阴 应该是 今天 羊阴 对不对 羊阴阴 找黄金 对不对 那它找到什么 如果是在什么 如果是在这个 王牌 采王牌 是点人 如果只跌 只跌的话 或者是在什么地方 或者是采什么 采它的 开盘架 采它的开盘架 实底 如果采它的实底 如果是盘中不破 如果搭起来的话 这个票 是不是 也是我们什么呢 也是我们要什么 羊阴阴 找黄金 找到黄金 再决定 黄金线上 羊该阴 细看亮波 变真金 亮波走向正三百 逢地介入 其成绩 是不是 我们应该这样来 操盘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是主力咱们看到了 它是 在这一场高量 是成交火热的地方 拿筹码的一个新闻 对不对 高量常态 常态是跌 跌之后 这出底 出底的时候 大家来看 是吗 它是放了放量 放量在这个地方 阶段底不是什么 是主力 拿筹码的行为 是不是拿筹码的行为 左正名又确认 它是什么 它是触底即生 并且是跳空 跳空 说明什么 主力在这拿的筹码 既然主力在这拿的筹码 在这拿的筹码 又在这一地方 有什么 控盘的行为 又是缩量过高量 这个地方 又控盘的行为 又是什么 如果这个地方 如果是它初级的 这个王牌 如果初级的 这高涨 十顶 或者是虚底 不破的话 不破的话 它在这攻防线 如果是踩到 这个地方 是主力做的攻防线 踩稳的话 这个地方 主力再起来的话 那它怎么样 这些钱都是 庄家拿的筹码 它就下面有多少 是不是 那上面呢 是上面 也就有多少 我们并不是在 在这个地方说 明天板不板 而是我们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空间 我跟大家今天晚上 交流的是什么 是一柱一线 一空间 对不对 是我们要有这个预判 对不对 这个说的 大家清不清楚 明不明白 这个地方 大家清不清楚 明不明白 明白 咱们不耽搁 不耽搁时间 咱们继续 那 大家要跟大家讲 那我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明天 明天呢 如果庄家 他就按照什么呢 我们的攻防线 打到什么 打到十点 最强的却是跳空 最强的却是跳空 那是什么 那我们应该什么 按照零号战法来做 零号战法干嘛 第一顶底跳空 缺口没有零号 强势可期 第一顶底大胆戒入 怎么顶底 他是灰彩 灰彩什么 灰彩的是不是 这个王牌的头 应该在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应该 在这个地方 底底抬高 这要结合 我们的两拨知识 第一顶抬高 而且是左之右撑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应该 打个底藏 这是我们应该 是什么 应该是灰彩顶 我们应该打底藏 而是我们呢 如果在这打底藏的话 它 如果长到哪个地方 长到这个高亮石顶 长到高亮石顶 或者是呢 是这弹腔的虚顶 这个地方 它什么呢 结合量波 如果是什么 尖角波或恐龙波 走到这个地方 它过不去的话 是不是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是应该 是应该有个高抛 是应该有个高抛 这个地方 对不对 是不是进出有局 过了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不过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第一时间 应该怎样做 按照零号战法的话 应该是昨天 应该今天 这一天 它什么 回踩 王牌的头 就应该是什么 我们第一顶底 应该大胆的来介入 回踩头 我们大胆就应该来介入 按照零号战法来 对不对 这是跟大家讲的 跟大家讲要明白 不过我们应该怎样 应该怎样来做 这个票 这个是这个票 这个票是唐元电器 唐元电器 是不是也是刚才 跟大家讲的一模一样 打出高量来 然后你看 缩量 并且在这个地方 是什么呢 大家来看 这条是家涨 量呢 量是缩的 价格越涨 越没人卖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块 是什么 逐利控盘一个行为 是不是一个 异动点 是个异动 异动的地方 并且呢 它怎么 它往它打的时候 大家来看 都是什么 长银短柱 往下打 长银短柱 下跌五菱界 长银短柱 并且呢 达到阶段底部的时候 是缩的 百低呀 缩到百低 刚才跟大家讲了 讲的什么呢 讲的这个量性的 组合转化原则 集合定性当中的 低量加倍量 是主力 采取修科疗法 测试市场底线 和底气之后的 有实力的 有雄心的 比较拉伸 这是什么 看到是 墙字 对不对 一个墙字 看到装了 对 看到装了 并且呢 它在洗盘的 这个过程当中 拉伸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来看 是不是 家长量呢 量是缩的 家长量是缩的 并且在洗盘的时候 又是什么 又是 大家来看 是缩 价跌下来的 刚才跟大家讲 拗口当中的 长瘾短珠 是主力控盘良好 没有对手的 这种表现 为什么 因为下跌 五零级 下跌五零级 又是假跌下来的 并且呢 它怎样洗 洗到哪个地方 洗到是掌停板的头 掌停板是什么 掌停板是大洋 真假高大 往背风的 大 是一个大 猜什么穴位 大 大洋 掌停板的头 踩头的是什么 踩头的是墙桩啊 它怎样强 又是打到低量 又是 又是一个背量 这个桩强不强 在这个地方 这个桩有一个什么 规律 打到摆低之后 就背量拉起 那在这个地方 也是呢 打到摆低之后 干嘛 低量之后 又一个什么 背量拉起 是不是 同样的一个动作呀 同样的一个规律呀 大家 大家看到没有 找规律吗 我们眼力的三级飞跃是什么 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 最后到什么 到找规律呀 才能实现我们眼力的三级飞跃 这段低量之后的背量拉伸 主力采取修扣疗法 试探市场 情绪平稳了之后 你钱 碰 把钱 拿资金投进来 然后这地方有个上涨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同样如此呀 洗盘洗的 市场 情绪平稳了 洗干净盘说吗 自己吗 又是一个背量拉伸 是同样如此 同样的一个手法 是又是一个墙 就是个墙壮 并且是彩头 又是一个墙 处处体现在一个墙 这一段又是家长 那个量呢 又是缩 又是主力控盘行为 是不是又是一个墙子 并且在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跳空不补 背量不穿 对不对 背量不穿 这个地方呢 没有高量不破 没有高量不破 没有 对不对 只是个什么 在这个地方 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跳空不补 背量不穿 是不是 而且这呢 又是个零号 又是跳空 又是零号 这个跳空 这是个零号 一起来干嘛 一起来就碰 就有个跳空 说明什么 说明墙啊 处处体现在一个墙 以墙壮所来 并且呢 在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是家长 那量呢 量是微微的 微根 是不是 又是阻力空盘的行为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先上 后下 怎样上 先测试呢 前方的筹码 是测试到这个地方筹码了 测试假银真阳的 什么 二一位置上的 把筹码测试了 怎样来测试的 它是什么 温和的 不张扬的 含虚的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地方的筹码是稳了 比较稳了 这个地方 而且下来试探 下来什么 来试探一下 先上后下 续世待发 怎么待发 试探下来 试探一下 来下杀一下 找到什么 主力的攻防线 找到黄基线 是不是 虚打敌人 施保自习 收回来 怎么了 这一天 大家来看 你看 这一天 是又是什么 你看 这一天是缩量 缩山 悬山 悬山 今天是 占到了什么 不光占到了啊 他 就近的高量 而且又占到什么 占到这个啊 阶段的 最高的高量之处 处处体现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 左正名 右确认 这边是谁的筹码 全都是庄家 他来拿的筹码 拿的筹码 洗盘了 而且处处体现在一个墙子 那既然我们认识了这个庄 我们认识了这个庄 我们又知道这个庄家拿了这么多筹码 那大家要明白 大家明白什么呢 在这一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大家在看风 风与风比 啊 量比量比 大家来看 你看 这个地方高量在这儿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大家来看 是家长 这个地方是量缩的 并且呢 风与风比 这个风在这个位置 而这个风呢 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风在这个位置 并且大家来看 是不是 也是 架呢 架是涨的 量呢 量是缩的 那大家要明白 老师讲的 风顶线的战略意义 根据量线的三项规律啊 当中的极点测降率 风顶线是什么 风顶线都是主力测试上方 主力的探测器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为下一步的动作 寻找方向 如果 前方 上方的主力大的 情况下 干嘛 他是不会当解放军的 因为这场事业 放两银呢 他是不会当解放军 他要么 他就下来洗牌 他往主力小的方向来发展 对不对 但是大家来看 这个地方 为什么架还没有 这个地方的量高 但是这个地方 已经过去了呢 大家要明白 如果双方主力强大 他不会当解放军 但是呢 如果双方没有主力的话呢 主力就会干什么 主力就会呢 他会 他会前进 趁着这个胜利的 力量干嘛 前进 又说 庄家什么 庄家他是 经到肠子里的 他是武装到肠子里的 这个精灵的人 对不对 他没有主力 他就往航长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也能体验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通过我们的风雨风比 亮米亮米 能体现出来一个 主力控牌一个心态 对不对 既然主力控牌 又拿这么多筹码 那我们就来看 看什么呢 我们就要给自己做计划呀 做什么计划 那明天 明天这个庄家 庄家怎样来做 我们怎样 来跟他 第一个 就是说 根据三日定性 只要你三日之内 站稳了这个高粱 站稳了这个高粱 是不是就是我们什么 那就是我们 是要伏击的地方 我们要伏击的地方 对不对 那你不站稳这个高粱的话 那明天 你往他打个情况下 那我们 在哪个地方要看呢 看哪个重要的血位呢 这一天呢 是单枪 那这一天呢 大家来看 这一天如果以他为基柱的话 以他为基柱的话 那就是大家来 如果是他达到 基柱的 你看这天是多少 今天 今天最低是87.63 那这天开盘呢 88 如果他再踩一次 再踩一次 基柱的湿底 或者是呢 他不跌漏基柱的湿底 这些开在三日之内 踩稳高粱的湿底 这个地方 又是什么呢 又是 以他为基柱的话 这一天是高粱 又是踩在这个高粱 大家看啊 现在是重要的 设备是这个地方 这是高粱 今天很高粱 又踩在这个高粱湿底的地方 如果又踩在这个高粱湿底 是两座桥 对不对 踩稳了这座桥 又踩稳了这座桥 是不是就是我们 大家听吗 应该伏击的地方 应该伏击的地方 是不是 大家明不明白 我说的这 这个票 96.66盘口 96.66 在哪里99.66 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个地方 回来的时候咱们再单独交流 回来的时候咱们再单独交流 大家明不明白 大家都明白 明白咱们继续 96.66在哪个地方 回来咱们再说 咱们继续 再一个我想跟大家交流的是什么呢 我再一个想跟大家交流是 大家在这个市场当中 有一些什么呢 有一些上班族的同学 有一些上班族的同学 大家应该拿一些70票 包括我在学员群跟大家讲的那个东方通 大家也看到了 四个月翻了几倍 翻了四倍 那就是给上班的同学拿的票 从8月5号选的那个票 那是走到现在是翻了四倍 那个票 同时呢 我也想跟大家交流一个趋势票 上班族的一个趋势票 大家选票的时候 大家怎样来选票 大家要什么呢 大家要把这个图缩起来 缩图看诗 对不对 你缩图你要看到 这个此阶段是在这个 趋势的是一个阶段的一个底部 阶段底部我们要看 哪个地上放量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是最高量 那最高量 那这个地方最高量 就是有资金 对不对 那我们要看 这个资金来了之后 它是怎样来洗盘的 它怎样来运作 那我们选票 选什么样的票 是不是 有掌金版的 我要的票啊 特别有掌金版 掌金版是谁所谓 庄家所谓 那庄家来 拿 拿筹码 拿筹码之后 还怎样来做呢 大家来看 这个 这个票 你看 大家来看 你看 庄家拿筹码 拿筹码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 是 主要矛盾是吗 因高量 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都是庄家 拿筹码的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打出个高量了 打出个高量来之后 干嘛 大家来看 打出个高量来之后 它怎么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 缩三一 缩三一 等于什么 等于缩二一 是假跌 假跌行 假跌行为 那在这个地方 我只知道什么 我只知道 庄家在这样 进的筹码 这一天 他走没走 是谁的筹码 我只知道 是成交火热的地方 那我只知道 这点是假跌的行为 缩三于 缩三于假跌的行为 并且我还知道什么呢 在这样阶段的底部 这是一个刹车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欢党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并且呢 走到这个地方 左证明 右确认 确认什么 这个因高量是谁 是庄家拿的筹码 怎么说是庄家拿筹码 价格约涨 用涨停板来解放这些筹码 所有的这些筹码 而且他是家长 量呢 量是微缩的 说明谁拿的筹码 这庄家进场之后 这些全都是庄家拿的筹码 对不对 那我建置到这个之后 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呢 那我们再来看这一段 庄家拿筹码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 从这个地方来看 他来拿筹码之后 他是一个什么 有什么行为的 大家来看 他是在这个地方 看 又是缩量 这叫缩量 大家来看 是这条一个缩量 又假跌下来 对不对 又假跌下来 并且呢 我们要看什么呢 下来之后 这又放出什么 又放出个银高量 这倒是个银高量 主要矛盾 我知道这个地方 左证明 又确认 我知道这个地方筹码什么 是庄家的这边 是庄家的 但是他从这样跌下来之后 那这又是谁的筹码 那在这个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又做证明 又确认 是谁拿了筹码 是不是 是庄家拿了筹码 庄家在这地方 拿了这么多的筹码 假跌下来 假跌为网 是不是 假跌为网 假跌为网 百地为网 刚才跟大家讲了 一量之后 主力事态 这个市场 用修科疗法 试探这个市场的底线 与底气之后的倍量 拿上 是一个墙 对不对 并且呢 假跌为网 百地为网 太极为网 太极线 大家来看这个角度 老师讲过 太极线角度 出速线 它是15到25 往往这个票 以后它会 走趋势的 涨票 对不对 并且呢 大家来看 它在什么 在这个地方 碎羊什么 是碎羊慢生 绿润独腿 碎羊慢生 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的 就把这边充满 给它消化了 对不对 并且在这个地方 大家能看到 是什么 是羊成团 阴分散 对不对 羊高阴矮 羊高阴矮 并且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什么 是梯亮 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洗牌 梯亮是什么 梯亮是 木工与木桃的 温度计 木工与木桃的 温度计 在阶段底部呢 它梯亮是 木工 那在阶段的头部呢 它是木桃 木桃 是什么 常态是什么 常态是跌 怎样跌呢 你看 它又是什么 又是下跌 是不是 并且呢 大家来看 是 又是 虚打敌人 施保自己 站嘛 回彩 之后 又站在 黄金线 之上 是虚打敌人 施保自己 并且呢 在这一天呢 大家来看 是不是又是一个掌听板 掌听板是什么 是庄稼所在 所以说 通过左正名 又确认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 庄稼 拿了这么多筹码 拿了这么多筹码 既然 庄稼 拿了这么多筹码 它什么 它又是什么 又是 大家来看 又是 这一天 这一天是高粱 对不对 这两天呢 大家看 是不是它有缩量 过得高粱呢 大家来看 这是高粱 阶段的 这是 阶段的一个高粱 用这个画吧 这一画 在这儿哈 为什么我说 这个阶段的高粱 在这个地方 并且呢 这个硬高粱 是什么 是这整个一个阶段 大周期的这个什么 这个高粱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在 这个地方 而且预知什么呢 而且预知是 家长 两宿 家长 两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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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呢 在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 也是什么呢 也是 家长 两宿 出处 出处体现什么 处理一个空盘的形怀 处理空盘形怀 那我们就要做计划 做什么计划呢 第一步计划 就是什么呢 你回踩 最强 是什么 回踩这个高粱 不破 是为强 为强 但是呢 我们要看 它什么 它是远离了什么 远离了这个太极线 是远离了这个太极线 那我们就要想 那庄稼的穴位 在什么地方 它是什么呢 它是 羊 羊 银 照 黄 金 那黄金线在哪 黄金线 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它回踩呢 回踩黄金线 黄金线上 羊 盖银 还要什么 还要打开亮波 咱要变真金 对吧 黄金线上 正三百 我们才能 封离 剑入器成金 对不对 那第一个我们预盘 在什么 会踩黄金线 那这个黄金线在什么地方呢 又是在这个 大家来看 是说它左峰的位置 是左峰的位置 凹间峰的位置 这凹间峰的位置 这一天是多少 它是 收盘34.43 那这个呢 这个峰呢 这个凹间峰 它这个是多少 它也是34.42 是不是 那这天最低呢 最低34.62 如果是它不踩 这个 这个 广极线 须底 那它如果回踩 盘中如果回踩 回踩到什么 这个凹间峰的 石顶的话 又是什么 又是在太极线 慢慢靠近太极线 这个地方 如果是 基因之后 是我们 我们要等 我们要等 次阳 是等 等次阳 那既然 这个庄稼 在这个地方 拿了这么多筹码 拿了这么多筹码 还有这个地方 要跟大家讲 大家看 这个地方 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 破股必退 跌幅架 对咱们测的 这也是个第一 这是什么 刹车 宽党 在这个地方 在这场加油 来的这一步 走的这一步 对不对 这个地方又是干嘛 又回踩 回踩那个地方 又回踩的 掌停板 实底 实底 掌停板基因 不被破坏 是 它的实底 打起来 而且刚才 跟大家讲的什么呢 讲的 这个庄 既然在这个地方 拿了这么多筹码 那我们就要去测幅 看它上涨有多空间呢 上涨 正好 我们测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缩图一开 又是什么 又是风骨临界的一个地方 风骨临界的地方 那我们在这个日向当中 我们看不清楚 那我们就在周线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周线当中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 那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我先把它这个给它撤掉 撤掉 怎么撤掉 咱们先来看这个地方 你看 这点是高量 高量现在是缩量 过的高量 并且呢 并且呢 是阳高 阴矮 阳城 台阴分散 是全都是这庄稼 它的资金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并且在这地方 大家来看 你看 这个地方 T3 房四 五六七 怎么能五六七呢 要什么呢 它必须大家来看 是不是 这个地方是个 跳空的 什么 单一 并且这呢 是个零号 向下零号是缺口 是个 在上方的话 是重压 只有过了这个地方 干什么 只有过了这个地方 那我们才能测浮 刚才测浮 才能测浮 那它不过这个地方 是我们就不能敢测浮 不能测浮 那我们在这场进的话 那就在这个地方 它不过的话 是我们还是 短线是要出来 短线 那中长线是过了之后 我们才开始测浮 对不对 那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它有多少空间呢 现在 是不是 到这个地方 空间 现在35 到这个地方 咱们测 这个地方是39 39这个地方 是不是 又10个多点的空间 是不是 这个地方 既然主力在这上 拿这么多筹码 那它如果是回踩的话 那踩稳的话 刚才跟大家讲 我们盘浅的计划 踩稳的话 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并且它你看 哇 回踩的时候 它是锁两的 是吧 那我讲的这个地方 大家明白吗 我讲这个地方 大家明白吗 明白哈 什么票 什么票 是江华V 大家看江华V 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高松转的一个票 而且这个地方是那个 大家来看 是10月8号 也是我在学院前跟大家交流的 10月8号在什么地方呢 10月8号是这一天 10月8号是哪一天 这一天 在这一天 这一天 跟大家交流的 所以说这一步上来的 这一个我想跟大家交流的是什么呢 我前期做的票 大家都说 什么叫养票 养票 我跟踪一个票 不像大家 不像有些 有些同学说 我只只看三五八片 这是不对的 我是什么呢 我只要前期庄稼 它有异动 有空拍行为 有自己进场的行为 那这个票就进入我的眼里 我就养 养这个票 养这个票 直到什么 出现重要拐点的地方 你看 进场是不是 你看 是过高的 它又什么 长成板 而且这个长成板是缩的 长成板 过高粱 那这一天会采下拿 这一天又站在这个高粱之上 那我今天就 不止作业了 在学员群交流了 那第二天 大家就 有一个稳定的盈利了 是不是 这是我盯票 我是这样来盯票 我是有这种 我是有这种思路 我应该把这个思路 跟大家来交流 我是这种思路 选票的思路 跟大家来交流 今天晚上 一直跟大家交流 选票的思路 这个什么呢 这个我想跟大家交流的是 同样一支票 我们要选 这个票 这个桩 哪行空盘 哪行不空盘 到底是 这个票 我们怎样来看 它到底哪个地方 有优的地方 哪个地方还有 不优的地方 有劣的地方 哪有不足的地方 就比如这个票 这个票 大家来说出一看 说出一看什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自信 经常的痕迹 对不对 高量 是不是 我们来找高量 是不是 这个地方 并且呢 在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 是不是 又是缩量 过高量 是一动点 又是一动点 并且它 往它打的时候 大家来看 是又是缩量呢 缩三亿 缩三亿 是不是 缩量加来的 是不是 这都是一动点 并且呢 我们要看什么呢 因为它 就近的 就近的高量 这点是背量 背量 掌心板背量 来拉伸 对不对 并且在 回起来再说 是缩三亿 缩三亿 等于缩二 并且 这个是个 跳空音 跳空音 以后呢 它在这个地方 没有被消化 筹码 没有被消化的情况下 它走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一个 重要的压力位 这点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这点 后面没什么 没来一下消化 所以这个地方 走到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 足力位 所以大家应该 这样想到 虽然它怎么了 这个票 虽然它也是下跌 你看缩量 缩缩量 缩量很好 对不对 缩量很好 但是呢 它这个地方 它没有一个 筹码的消化的 一个过程 没有筹码 消化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票 为什么要选 这个票呢 这个票 大家来看 这个票 虽然没有 筹码消化 但是呢 它是呢 它缩量 缩的很好 缩量 缩的很好 而且在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 不断的达到 摆低 摆低 是不是 摆低 并且在阶段 底部的时候 大家来看 那触底怎么寄生的 跳空 跳空 是不是 跳空 并且太极线也好 假跌为网 摆低为网 太极为网 太极线也很好 是不是 太极的角度也很好 并且呢 这一天呢 你看这一天是 庄家所谓 掌停摆啊 是看见庄了 看见庄 庄的影子了 对不对 而且什么 温和放量 温和放量 这一天呢 它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这是一个大一 对不对 它这么 在这一天 他试探了 他二一位 在这一天呢 大家来看 掌停摆 之后第二天 这一天 他又来试探了一下 这个阴的二一位 没试探到什么 没试探到 有个阴的 阴时顶 如果他试探到 阴时顶 并且这个量啊 是温和放量 那这个票 我们认为这个票 他就上空的欲望 就比较强 现在他就放这么大的量 结果只试探到 这个阴的二一位 虽然他这个票嘛 假跌的很好 又是 受到摆迪了 而且出底回升了 而且这一天又是 主力啊 看到主力控盘的影子了 这个 大家来看 这个啊 这一天 大家来看 从分史当中的看到 是主力啊 控盘的行为 控盘版的行为 但是呢 他是刚才跟大家讲的 他干什么呢 这个地方 又是个跳空音 这个地方 单枪呢 又没什么呢 又没试探 这个阴时点 而且放的呢 放的量 又是什么 又放的量又是 啊 两倍量 对不对 虽然这条是个假跌 是个 说三一 虽然又是什么 他要什么 接近这个 啊 太极限 但是这个票呢 就没有前期啊 第一个票啊 就是啊 就是 就是 待会儿就跟大家讲 第一个票 那我要 看好 虽然这个票 也是啊 进入我的眼帘 但是这样的票 属于什么 属于如果是让我 优选的话 我只会把它 往后来选一选 啊 那我就要来 预判 预判什么呢 预判看庄家 他明天啊 他走到哪个地方 啊 他怎样回彩的 啊 我应不应该来做他 见他弱啊 弱啊 弱干嘛 那我就要来观察 观察嘛 锻炼自己眼光 锻炼自己眼光 看庄家是不是按照我这个啊 按照我的这个啊 思路来走的啊 大家来看 奥建峰这一天呢 他最高是15 啊 这一天最高也15 啊 这个 以以以以 那个这一天呢 是多少 这一天最高是14.96 弹枪这一天 那我们要讲 想 他呢 灰彩呢 灰彩 锁三一 那如果他采摘这个 奥建峰 15块钱 或者是 在这个掌停板的 二一位 二一生死位 那站稳呢 站稳是机会 对不对 啊 而且这天一个板 还是空盘板 啊 如果是站稳的话 那大家是不是 很小 他站稳的话 如果是他是 金种回彩的话 又是在那站稳的话 那又是 基因之后的 那 刺养 这个地方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哎 在这我可以 根据自己的啊 根据自己的 盘前计划 我在这个地方 是否就要进入我的眼帘了 是不是 但是大家要明白 这个票呢 这个票 我只是跟大家分析 他优势优势在什么地方 啊 那我不看好在什么地方 他略是在什么地方 我只是跟大家来分析这个票 来分析这个 但是呢 这个庄啊 这个庄呢 不看好 不看好 就是在这个地方 又是跳空 又是什么 没试探到这个啊 这个饮食店 这个地方 这个票 那我这样来说 跟大家交流 大家明不明白 我这样跟大家交流 大家能不能明白 啊 好好 明白 明白太好了 太好了 我就希望大家明白 来到啊 这个啊 新光亮学区 啊 我们都是什么 我们都是一家人 啊 都是一家人 啊 然后咱们再看下一个票 下一个票 下一个票 让大家怎样来实装 跟装呢 怎样来认识这个装呢 大家也看一下这个票 这个票啊 就是什么呢 这个票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老鼠舱 怎么说是老鼠舱呢 大家来看 这天最低点是多少 最低点是九块钱 对不对 那大家来看 打开分食 大家来看 分食是主力行为的解号道 大家来看 分食当中 大家能不能看到九元呢 是看不到九元这个地方 达到九点七嘛 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 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 均价是九点八 根本看不到九点七 并且在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看 全都是资金地产 是不是 往下打 反而什么 反而这么多资金进场 并且结合亮波 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进场的一点 结合亮波 亮波要跟王子老师学习 跟王子老师学习 所以说这是什么 传说中的老鼠舱 并且呢 大家来看 看什么呢 大家来看 你看 这是阴高让 在这个阶段的 这个阶段是阴高让 在这个地方 老鼠舱建起来 大家来看 家长 价格是涨的 那亮呢 晒是缩的是逐篅控牌 一点控牌 并且大家来看 掌停板 谁所谓 测测摸摸摸的 空盘行为 偷偷摸摸的 而且在这一天 用什么呢大家来看 是发烧量 洗澡摆地之后 市场情绪 市场情绪平稳之后 它用的发烧量 用的什么 这几倍的量超过四倍发烧量 涨低 发烧量常态是跌 对不对这样跌的 大家来看 这天是跌停我记得 大家看跌停打开了 是跌停 接近跌停 拿起来 接近跌停拿起来 谁用的实力在跌停板上 接近跌停的时候拿起来 是庄稼 为什么说是庄稼大家来看 庄稼他往往为什么 他把假象示意于人 把假象 什么示意于人 他的一亩暴露在什么 他的一亩暴露在这个亮镜上 对不对 这么大的 价值 结果呢 却是什么 却是长年短值 价跌下来 并且呢 缩二亿缩三亿 是不是 缩二亿缩三亿 并且在哪个地方 就是老鼠舱建仓这个地方 大家看 这起到老鼠舱建仓这个地方 又是这个 又是这个黄金县这个地方 对不对 触底寄生 什么触底寄生 低量 加什么 加倍量 试探市场的底线吗 快速打压 快速打压下来之后 一个掌停 碰碰拿起来 那既然 所证明 在这个地方 主力资金 在那进场 在这洗牌 在这洗牌 在这上又洗牌 那既然主力资金了吗 他在这上又送 干嘛 又在这地方送的 老鼠舱建的老鼠舱 那个嘛 那就是上面有多少 是不是 那下面就有多少 但是 他上涨空间在哪 是在13.8这个地方 是不是 也是有一个版的空间 既然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认识的老鼠舱 在这地方 他又快速打压 又什么 又是打击别人的筹码 打击别人的价位 保护他自己筹码 触底寄生 那是第一个版 我们就要跟上 第一版跟不上 第二版 我们看那个掌停板 是这个版 我们要跟上 并且呢 这个地方又是什么 又是缩量 过高量 主力控盘行为 对不对 这是个什么呢 这是个装骨 很任性 那你们跟上的话 现在在跟的话 是到这个空间 已经到了 那么这装很任性 他会随时随地的 到了他的什么 位置 他就会干嘛 就会把筹码 扔给你 是到这个地方 再跟 是就不能跟了 我们现在 虽然他驾长量 说干嘛 主力控盘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票的话 你没有这个筹码的话 是你不能跟 那有这个筹码的话 是我们应该看的空间 是这个空间 到这儿了 到这个地方 又是什么 又是前期的 假印 真阳的什么 这天 是到这天了 也是高量 是到这个地方 如果不过的话 到石顶 先石 后须 微调 抓战机 对不对 到这个附近的时候 是不是 咱们就要高炮了 是不是 我们认识这个装 是什么样的装 是一个送钱的一个装 是个凶狠的一个装 很韧性的一个装 像杀手 通通 马上杀 像那 通通 是我们认识这样的装 这样装属于什么样的人 那个 我们能做 激进型的 是不是 打下来我就跟 是激进型的 这样性格的人 大家明不明白 我跟大家交流的 大家明不明白 并不是让大家来做这个票 而是什么呢 而是让大家来认识装 认识着装 是不是 明白 得不买 对 是让大家来什么 来 石装 以后我们大家遇到这样装 我们大家应该以后 应该这样来 应对 以后应该来怎样 应对 是吧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交流到这个地方 我希望 我希望大家来到我的 这个星光 料学交流群 我们大家就是一家人 大家在这个群里面 大家要把这个群 当成自己的家 当成自己的家 我们在这个家里面 共同进步 共同交流 共同进步 只要大家呢 用好量学 使好 使装 跟装 那只要我们坚持来量学 那我们呢 都能在这个股市上腾飞 谢谢大家 谢谢我的家人们 谢谢我的小伙伴们 以后我们就在这个群 大家互相的学习 共同进步 感谢大家 今天的交流就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我们发员